如果站在犯人欄裡面的那個是你 你會信人還是信制度? 制度是可以改的 但為了私心改的 那些叫權不信 近日新上映港產片《正義回郎》大獲好評 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 早前在電影公告讚揚戲中演員表現出色 牽動觀眾情緒 不過立法會議員陳詠欣就不是這樣看 就以近期為例 有一套電影現在上映著 我就留意到是由電影發展局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那裡去資助 超過200萬 但是有不同的情節是存在矮化警隊之嫌的 我們也不會容許在任何政府資助的計劃裡面 是有任何不符合法例的地方 如果我們一旦發現在我們資助的譬如電影項目裡面 是有一些跟香港法例包括國安法是不符合的地方的話 我們會嚴肅處理 包括可能會撤回有關的資助 陳詠欣和劉振就沒有指明是哪一部電影 民主黨民政政策發言人朱子樂就批評建制派議員上綱上線 隨便就將電影情節和反中亂港矮化警隊等事情拉上關係 甚至拉到國安層次 完全無助電影業發展 視頻 請 特別 bl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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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個性 各性 非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